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上几课看了几个常用的函数 和配置文件的一些常见的选项 对吧 这几课咱看一个 session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持点 什么呢 session的自动拉击回收机制 什么叫自动拉击回收机制 我们看一下 这个session文件 我们看一下 这是保证这么多session文件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刷新一下 这画 找一下 这块是5RAU3 这个文件和哪个是对应的 不对 我们重新 刷新一下 找一下 看一下以什么开头的 5BR开头 对不对 5BR这个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 5BR然后后边是1675 后边是1675 是不是跟这是对应的 那么我们这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 什么时候这个文件没 有一个用户登录就有一个文件 对不对 如果这个文件从来不删的话 想象会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这里边有可能有成千上万上亿的 对不对 那在一个目录下来会使用 是不是很麻烦呢 而且按照刚才咱们那个机制 关闭掉浏览器再从开 是不是又形成一个新的 对 那一个用户就可能产生计十个 几百个这样的文件 对不对 而用户重新生成一个 原来的那个就成为垃圾了 对吧 对 那这文件什么时候删的 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脚本程序里边 还记这个3点PP是干嘛的吧 是不是有一个销毁啊 是不是这个销毁栽生 销毁栽生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干嘛 就是删除了用户对应的文件 哪的服务器上的文件 服务器上的文件 看到了吗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执行这个销毁这个绘画 这个文件会不会没 我们再来回到这个目标下 刚才看一下5br开头 这个文件 现在是不是有三个文件 我们再重新访问一下 thie.php 小心一下 我们再来看这个目标 是不是少了一个 以5br开头 那个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样这文件就删掉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上网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习惯 很多人不是说点这个 你看销毁之后 我们再建一个 这就是一个新的 因为服务器上是没有了 你看又是一个G8IB 你看又多了一个G8IB这样的一个文件 对不对 那好多时候我们好多人的习惯不点推出按钮 对不对 对 一般都是关掉浏览器 对 对吧 那关掉浏览器之后怎么的 再生成 是不是再开轨再生成一个 对不对 那这个文件是不是就成为垃圾了 对 但是我们上节课做了一个实验什么的 这个是改成300了 300秒之后还是用这个ID 还会用到这个文件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把它改回零 对吧 我们再重启一下阿帕西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模拟关闭浏览器的新生成一个 对不对 restop 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把它又改回零了 现在我们重启浏览器 它会给我们新生成一个配置店 这就不是这个了 你看 Valkerhost 1.PRP 你看是块2P98 那我们这块2P98是不是有了 而原来这个G8AB是不是永远成为垃圾了 对不对 那现在我现在再点清除的话 是不是清除的 假如我推出点推出按钮 是不是清除是这个效果在这里 而这个也成为垃圾 对吧 比如妹子 现在你再访问一下关闭乱机 这里边也会多一下 那我连续操作十次 这里边就多了十个垃圾 对吧 只用到我最新的那个 是不是这样 那这些没清除掉的 没清除掉的 哪去了 对吧 它一直放着 所以我们说 Session有一个自动垃圾回收的机制 对吧 那自动垃圾回收的机制 就会干嘛 这面你刚才生成了 对不对 自动垃圾回收机制 就是会把什么 这些没用的给删除掉 那么怎么能够回收 我们来看一下 把配置捏打开 我们找几个选项 代季西的 代季西的都是什么 都是垃圾回收的意思 的缩续啊 看到了吗 代季西的都是垃圾回收的缩续 一个是这个 还有一个代季西的 是不是这个也是代季西的 一个只是一一个只是什么 一切 对不对 这个呢 咱不知道干嘛 对不对 先变过 这话是还有一个机器的 对对不对 对 最大的什么生存时间 1440 这是一个秒数 这个秒数大概是24分钟 对不对 24分钟 那末年24分钟 我们为了看到时间线 我们稍稍改一下 比如说 这话改成30秒 好吧 或者改成快点多时间 咱们可以是15秒吧 15秒 我们改一下 这先临时改一下 先说一下这个 生垃圾回收器 回收的一个时间 对吧 这话如果指定15秒 如果你指定15秒 那 所有的这些 有没有修改时间 有没有修改时间 比如说刚才我这个 现在访问的是什么 是 2p98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 右键 属性 我们这个时间什么 创建时间 就看修改时间 是9点28分40秒 看到这个时间了吧 9点28分40秒 对不对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我只是轻轻的刷新一下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间 多少 9点31分27秒 时间变不变 就变化了 那我现在你看 31分27分 我再刷新一下 记住刚才那时间了吧 再刷新一下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时间 是不是48秒 再变化 对不对 那只要是我们有对 赛神的操纵 只要有对赛神操纵 那他就会修改那文件 不管你只改 能改变过 对不对 他也会重新设置下这个时间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时间 我刚才指定是多少秒 15秒 对不对 对吧 这个时间和当前时间比较 如果超过这15秒 也就过清15秒了 垃圾挥充器在回收的时候 就会把超过15秒的都删除 而不管现在用户在不在用 只要这个文件的时间 和当前时间最做对比 对不对 对吧 加上当前时间 假如加上这个是修改时间 加上15秒 不超过当前时间 对吧 那他是不是就过气了 也就过了15秒 那么垃圾挥充器 就会把它回收 听着吗 那你去 垃圾挥充回收 那么现在我们设置15秒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话 这里边这些是不是都过了15秒了 我们看一下 垃圾挥充器 垃圾挥充器 记住只要是过15秒的 对吧 就会清除 那我现在已经从起了 已经过15秒了 他怎么没清除 对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刷新一下 清除了吗 也没清楚 说这个这时间 现在都过15秒了 为什么都没清除 对 为什么 还得设置 对 还有一个设置选项 什么选项呢 因为你想象 如果每次用户刷新的时候 一个用户在一个网站 有可能 访各个页面加刷新 有可能说 在十分钟之内 访问了100个页面 对不对 那垃圾挥充器 就启动100次吗 对吧 这只是一个用户的操作 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千个用户 每个用户操作100次 那么多少次 什么就很多了 对不对 那想象 垃圾挥充器 频繁这么启动 占不占资源效率 对吧 所以咱们可以设置 垃圾挥充器的启动频率 就什么 就比如说 那个路边垃圾 都有垃圾 对不对 清净功能 每天固定那个基点 去来 对不对 但咱这设置的 不是固定基点去清楚 而是根据用户访问的频率 什么呢 也就是三十四大的功能 执行三十四大的时候 这个频率 听懂吧 所以三十四大 除了往客户单分配IP 检验客户单IP 是否有原来的 对不对 看在服务器件文件 三十四大 咱们说了 还有一功能 怎么启动垃圾挥充机制 对吧 但是启动的时机 是根据这两个选项有关的 这两个 我把它粘到一起去 给你看一下 这个值 对吧 那一个一 一个一百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频率 什么呢 它是一千分之一的意思 一千分之一 建议的值 这块设置是 根据访问量去做对比 有时候能说 建议的下面的值是 一千到五千之间吧 那什么是频率呢 什么是这个频率呢 就是 一千分之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刷新 一千字的时候 也就是 假如说 34大执行一千次的时候 只有一次的几率 启动垃圾挥充机制 如果这加个零 就是什么 万 对 什么意思 对 34大执行一万次的时候 有一次 启动垃圾挥充机制 对吧 所以根据访问量来 比如说 你一个人执行一万次 是不很难呢 对吧 你给这点到黑 它也不一定到一万次 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一万个人呢 对吧 如果有一万个人 有一个人执行了 刷新了一次 对不对 假如刷新 那最后那一万人 对不对 有可能说 一秒钟 它就启动了一次 或者几秒钟 启动一次 对不对 所以你网站的访问量越高 这个除数就应该越大 对不对 也就保证 拉圾会说 几秒钟启动一次 删一下就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或者几分钟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访问量用高 这个技术越大 但是咱们做实验 咱们我给你省一点来 一比十 对吧 不是说第十下就马上清楚 是十次中的某一次的一个机率 对吧 来 然后这块什么 下边是 对 时间15秒 这些15秒 只要过去15秒都会清楚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得是不是重启阿八七 对 阿八七 对 好 重启完了 现在妹子你和我一起刷新 因为我自己要是我自己单独执行的话 我得执行十次 对不对 对 咱们俩刷新的话 有可能说五次左右就碰一个 如果十个人的话 有可能每个人一次 某个人的一次的时候是不是删掉了 比如搭来一起刷新 我记住 我查一下次数 我一次了 我得看一下这话 等一下 妹妹删主呢 对不对 你刚才执行几次了 三次了 那我这话 再刷新 刷上搭来每次的 我这是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这是一个几率 对不对 对 对 你看 是不是删掉了 我肯定没接到十次 加上你执行的 是不是删掉了 而这里边预留的两个是什么呢 这两个是没过期的 你看 37分 就是37分37秒 对不对 属性 你看 是不是37分39秒 而现在的时间秒数看一下 刚才37 现在才开始过去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再刷新 这俩也不会没 你看 假如说 几率 你先先别动 假如说你现在 你没刷新 对不对 你的已经过数秒了 我能把你这个删掉 你会重新获取一个30ID 对吧 像我这个是2P98 对不对 那我得刷新十次呢 这个技术是不是比较大 为什么说你那段刷新掉 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就没掉了 我这是把你这个删掉了 那我这个自己的为什么没没 对吧 因为用户只要有操作 用户只要有操作 就会怎么样 是不是他的时间就往上涨 他就不会过期 用户如果不操作 是不是他就过期了 垃圾挥收器在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把它删掉 对不对 那你刷新刷新 有可能就把我的刷掉了 对 比如说你再刷几下 看一下我这会不会没掉 前面这个是我的 对不对 对 所以咱们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我现在在某个网站 或者我的邮箱登录好好的 对不对 那我除去吃个饭 回来的时候 我在一访问的时候 我得重新登录 对吧 这就认为说 你在除去吃饭的时候 垃圾挥收器启动了 你那也过期了 就把你那删掉 对不对 妹子刚才删除几次 是我这就没掉了 这是妹子的ID 对不对 那我的塞扎ID是这个 对不对 那我现在 我客户端 我浏览器没关吗 我浏览器没关 记住 我浏览器没关怎么的 我这个塞扎ID会变吗 对 我酷K还在 对不对 然后呢 塞扎斯大一看 你客户端的酷K还有 对不对 就用这一找文件没了 他就新建一个文件 你看再刷新 你看是不是还是这个 对吧 所以希望这个时间 大家能了解 塞扎ID的垃圾挥收机制 对吧 只要你不操作 时间就不会改 时间不会改 你的垃圾挥 你的文件就可能被垃圾挥收 对吧 然后你再 如果你一直在访问 我一直在访问 那时间就会增加 就会不会被删 这就是垃圾挥收的机制 那一定要记住哪几个值啊 有这三个值 这块是设置 过期时间 多长时间 对不对 这两个是什么 是频率 就什么 所以这是垃圾挥收器的注重的几个值 当然了 我得把它改回去 我这块先改成100吧 但这个时间15秒 因为咱们后期还要做实验 对不对 所以我就随便给个值 行吧 那还改回去吧 1440 24分钟 咱们后边有需要改 咱们得把它改回来 对吧 大家做实验的时候 也要这样的 做完实验弄明白了 然后我们再干嘛 再把它改回来 不然后边我们再做实验的时候 你有可能说 对 忘记这个值了 然后出现的结果 你也当时没想到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值 好 这就是我们垃圾回收的机制 当然了 在课件里边 我给大家这几个选项 给大家写上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见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